大家好 我是楊明霞醫師 上集和大家介紹了什麼是寒底 什麼是熱底 以及介紹了一些寒底熱底的食療方 相信大家在家裡都可以試一試 今集我會繼續和大家講一講 寒底和熱底的人相對應應該要按什麼穴位和揚身動作給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上次和大家介紹了寒熱底的食療 今集所說的按穴必需要大家知道 寒底熱底只不過是一個籠統的分法 如果真正要按穴 也要分身乾脾肺腎的虛實 首先想和大家講一講 我們中醫的五臟六腑其實是一個系統 所以心乾脾肺腎分別在五個不同的系統 首先講一講心 心有虛實的表現 如果我們講心氣虛 心血虛 心陽虛等等 這些人通常容易比較疲 嘴唇會偏白 而且有時會睡得比較差 如果這個情況 我們通常會按一下少海穴 少海穴就是爪環紋內側的位置 我平時習慣用這個碧肉按摩環 我們通常蘸少許經樂按摩箱 因為經樂按摩箱有通經活落的草管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穴位的血液循環 通常會在爪環紋內側末端按壓 小海穴可以養回心神 同時亦可以幫助補心氣 平時可以垂直按壓 令到安神好睡覺 另外有些人說 平時如果是深火旺的時候 應該怎樣 深火旺 通常人的脾氣比較差 比較急躁一些 不妨按一下神門穴 神門穴就在碗環紋內側末端 粒陷位 平時按的時候 垂直按壓神門穴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深火的情況 同時亦可以有安神作用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接著就講一講肺臟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我們是有分肺氣虛和肺陰虛 沒有說肺陽虛或肺血虛 肺氣虛的人通常特別容易感冒 而且人會很累 說話有氣無力 這些人最好就是養肺氣 怎樣養肺氣呢 平時我會用迫肉按摩環 按一按 太冤穴 如果你們按好穴位 會有些鼻鼻的 這個也是我們平時把脈門的地方 可以幫助我們養肺氣 如果人有肺陰虛 肺氣虛等情況 這些虛症都可以按剛才的太冤穴 萬一如果我們有時有些炭火 有些熱氣 或者肺有些濕熱在裡面的話 我們通常會按赤摘穴 赤摘穴有一段故事想跟大家說 在我們COVID的期間 在第三波 我兒子不小心發高燒 那時也39度多 因為我兒子本身也不喜歡吃任何的藥 當時我只是用針灸的方法幫他降溫 我就是針赤摘穴 其實降肺熱是特別好 降肺火是特別好 我當時會針一針的位置 不久高燒慢慢也降低 所以針灸對於降溫也很有效用 平時我們覺得有肺熱 或者有些痰火 不妨按一下爪環紋的中段這個位置 有一個根鍵這個位置 可以幫助我們清一清肺熱 亦令到我們沒有太用熱氣 另外就是我們終焦脾胃 當我們脾胃功能失調的話 正常的養份去不到應該去的地方 人用熱水液處流 形成濕氣 那些人其實如果皮胃濕氣重的話 就容易有水腫 特別覺得重聚 有時會覺得容易頭暈 或者是人很累 甚至是毛蒸打彩等等 皮虛濕困的人我會建議大家 按一下大刀穴 大刀穴就在我們的大拇指對開的位置 這個穴位其實我們平時可以用迫肉按摩環 兩個丫叉的位置 順著經絡按壓它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皮胃虛弱的情況 另外如果有些人有胃火的情況 胃火牙痛 我們中醫有說是燒谷腺肌 意思是吃東西都好像吃不夠 經常都好想吃東西 這些很多時候是胃火比較厲害的人 這個情況我們通常會按一按 我們叫做內亭穴 內亭穴在第二和第三腳趾之間的位置 內亭穴可以醫治胃火牙痛 胃火上炎的情況 大家不妨可以用迫肉按摩環 多點按一按這個穴位 都可以幫助我們改善胃火的情況 講完心肺皮之後 我會和大家講一講 如何去改善肝的情況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肝是煮腸血和和梳蝕有關的 什麼叫梳蝕呢 就是我們一人一身有很多氣的運動 氣是負責推動我們所有的營養 去身體不同的地方 當我們身體的氣機正常 氣的運動正常的話 身體就不會有病 所以平時如果我們是肝梳蝕的情況正常 人會開心些 而且也病痛少些 平時如果我們下班之後 覺得人很累 有點屈滿的話 也不妨按一按大拇指和第二指之間 這個太充月 都可以幫助我們梳乾解屈 清乾火 同時也令到心情舒長 另外我剛才和大家講過 肝煮血 肝血虛的人通常都容易 月經量比較少 甚至臉色蒼白 嘴唇又發白 人很累 甚至肝排毒功能比較差 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按一按膝後面 就是曲泉穴 曲泉穴 曲泉穴在哪裡呢 就是當我們抵起腳的時候 膝頭的內側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曲泉穴 曲泉穴可以幫助我們養乾穴 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改善膚色 大家不妨在家裡多點按壓 我自己習慣用三個丫叉的位置按壓曲泉穴 因為膝頭的後面也有很多主要經絡 平時按壓的時候 也可以幫助我們改善腎經、皮經、肝經等等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然後到大家最關心的 如何透過按穴改善腎氣 這裏就是想跟大家說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腎是主生長、發育和生殖 如果腎強健的話 小孩子就會生長、發育得很好 中醫人士就會更精力往生 沒有那麼容易衰老 如果是年紀大的長者 就會覺得自己健步如飛 甚至夜尿也會少些 如果我們想養腎的話 不妨按壓膠順穴和伏流穴 分別在內腳眼對上兩吋位 對上兩吋位是怎樣找呢 平時就是一個手指弓 這個橫紋位置就是一吋 大概兩個手指弓的長度 就是我們的同身吋 因為工藝肥瘦各個不同 平時可以以自己的同身吋量一量 兩吋位在哪裏 在內腳眼上兩吋位置 在腳骨後面 這個位置就是膠順穴 最後大概一吋位就是伏流穴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神氣和神虛的情況 我自己習慣就是用兩個丫叉位 按一按兩個月位 平時垂直按壓大概三十至四十下 都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神氣 如果腎有虛火的話 人覺得有些陰虛火旺 有時覺得夜晚容易流虛汗 人很累 甚至容易煩躁 有些腎虛火的情況 大家不妨按一按湧傳穴 湧傳穴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如果在腳底的位置 就不是正中線這個位置 而是將腳底分開三份 上三份一和下三份二 中間的交界位就是湧傳穴 可以幫助我們清一清神的虛火 同時亦可以揚神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今集姚慈漢方慈善基金的二賣項目 就是這兩部 迫肉按摩環和經絡按摩箱 經絡按摩箱就是我用油機的草本 可以幫助我們通經活絡 同時亦可以改善穴位的血液循環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在這個電子世代 有不少人都是手機不離手 有很多人因為這樣 而出現碗管綠合精 以及睡眠質量問題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經常對著強肝 就會抑壓腿黑色素 令到睡眠質量變差 剛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神門月可以幫助安神改善睡眠質量 其實我們手腕有很多經絡行經過 所以我們平時不妨做一做 我現在介紹給大家的經絡粗 都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睡眠 以及預防碗管綠合精 很簡單 就是我們移動我們的手腕 同時手指就好像勾手掌一樣 向上移動 對,向下移動 力度其實是要很輕柔 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活動手掌的關節 因為我們平時打電腦、打電話比較多 現在是比較少動動手指關節 為何有很多人會有彈弓手 或者有碗管綠合症 這些痛症就是因為少動動手指 多動動手指也可以令人的手掌暖和 手腳沒有那麼容易冰冷 大家不妨試一試 今集《醫師心靈小點滴》就是這幾句說話 勇敢令障礙變得通腸 樂觀令艱苦也變得快樂 自信能令藥少變強大 其實我們人生當中可能會有很多障礙 如果我們可以一步一腳印勇敢地排除慢冷 很多事情都會變得通順 我們所遇的事情往往未必是盡如人意 只要懷著樂觀的心 都可以令到我們更快樂 就算是暴風雨當中 我們亦都可以有平安快樂的心 另外如果自己不夠自信 不妨給自己多點加油 多點勇氣 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自信 而變得強大 這條路亦都會更加順暢 在很小的時候 大概四五歲的時候 爺爺很喜歡和我讀一些唐詩頌詞 當時我第一次接觸就是李伯的靖爺詩 床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我讀的時候當然沒有現在的表情 爺爺覺得我平鋪直序 我說我每一個字都讀得很清楚 爺爺少許跟我說 你讀了不代表你讀得好 所有事情你必須要做到更加精練才有進步 你平時可以多點演讀一下詩詞歌父 你會知道哪些位是有感情位和一陽頓錯位 永遠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做了做到不代表做得好 只要你做得好 每一個步驟做得好的話 所出來的結果和成績都不一樣 爺爺在我人生中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他教曉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成立這個搖慈漢方慈善基金 想紀念這位這麼有智慧的爺爺 和將中醫養生的概念宣揚出去 終極目標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的老人護理中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慷慨解落 未來在2025年1月11日和1月12日 我將會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一次慈善演出 慈善演出叫做《智陽新心 陽新雅集》 就是我首次表演古琴和中國舞 亦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透過養生運動和一些藝術音樂 幫助大家養生同時強生健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大家收看《慈善方慈善基金》 《美在新心》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訂閱 並且按鈴鐺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健康資訊 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者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Inbox楊明霞醫師這個Facebook專頁 我會盡快答覆大家 祝大家 185 2011 200 2012 2012 2012